中时新闻网报道,川普遭枪击枪手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枪手第一时间被击毙? 特勤人员是怎么知道枪手的隐藏地点的? 为什么不留活口以便找到幕后黑手? 枪手使用的是带有消音器的阻击步枪是从哪里来的? 是谁下令击毙枪手的? 而根据CNN的报道指出,有两位前FBI特务认为, 枪手所在位置是一个绝佳的狙击点,因为距离川普的位置大约只有120公尺至150公尺, 同时FBI前外勤特务查孔,Bobich Kong,更惊讶指出, 那座建筑是最接近舞台且视野最清晰的地点,他们竟然没有派人在此守卫。 前美国总统川普13日在宾州造势时,发生枪击事件, 川普又耳和脸部流血,被随护护送下台离场, 现年20岁的枪手则被特勤局人员击毙。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认为,其实特勤队若高明, 重伤枪手就可以,就能对枪手抽丝剥茧, 看他到底是什么动机,比如枪手那么年轻, 为什么已经开始厌世,人格开始反社会,甚至已经视死如归。 张延廷经,14日,在中天,张亚廷拉晚报,节目中认为, 特勤队的狙击手不要把暗杀的人击毙, 因为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一个庞大集团,组织, 还是个人动机,甚至后面是不是有组织。 结果把枪手击毙,死无对证,完全没有证据, 再去搜他相关的家,找类似残留的证据, 困难度就增加了,因为已经没有活口了。 张延廷接着表示,如果有活口在,可做测谎, 各种调查,交叉比对,可以知道这到底是个案, 还是一个人单纯的动机,还是一个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张延廷认为,应该要对枪手抽丝剥茧, 看他到底是什么动机,因为枪手是共和党, 也捐了15美金给民主党,他是不是在两边游走, 两边压宝。 他那么年轻,为什么就已经开始厌世, 人格开始反社会,甚至已经视死如归, 他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结果被特勤队击毙 其实特勤队若高明,重伤枪手就可以击伤不击毙, 起码有活口,搞不好蛛丝马鸡就出来了。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 当地时间13日遭遇未遂刺杀, 所幸仅有诱饵擦伤,并无大碍, 胎枪嫌犯则被警方击毙。 对此,我退役陆军少将力政洁研判, 枪手当时可能瞄准川普的头部, 大有一枪毙命的企图, 但因为使用的AR步枪口近5.56公里, 子弹重量轻,才使得弹着点被偏锋影响落在他的诱饵一带。 根据,BBC,报道,有现场民众在川普中枪前, 目击一名白人男性持AR步枪, 爬到舞台右侧一栋建筑屋顶上, 对演说场地进行射击。 例证捷经,14,日在脸书发文表示, 枪手在距离川普约120公尺的大楼, 以AR步枪进行射击, 该款步枪使用的5.56公里子弹属轻型子弹, 若进行长距离射击,容易受封偏影响, 导致弹着点误差范围大。 而川普被打到的地方是诱饵, 所以可以推断, 当时枪手应该是瞄准他的眉心, 大有一枪毙命的企图, 但因子弹重量轻才打中诱饵。 另外,根据美国保守派媒体新闻头条, Newsmax,引述宾州警方消息人士指出, 川普的诱饵可能不是被子弹打中, 而是被玻璃碎片割伤, 但目前美国官方并未证实这则消息。 而川普目前已离开宾州, 并于当地时间14日凌晨1点多大城专机抵达纽泽西州, 画面显示他自行下机时步伐相当稳, 还向在场人士挥手致意。 美国联调局FBI, 已经确认了企图暗杀前总统,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 Donald Trump,的枪手身份。 2014日凌晨1点多大城专机, 这样一个本人企图暗杀前总统参冠築 身份。 本人企图暗杀前总统参写、 甚至此更改变转 compiler下cos统参冠。 resp杂西州时不明显示。 不一会人冠档ец司务女生甚至。 很多他可能会比较生, 成功的主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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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